其实呢 我是想开一家报社 收过几家制药厂 现在就差一纸批文了 事后不会忘了你的好的 宋小姐 你如此能说会道的 这个忙我文轩一定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一定要帮我 我要是帮了你 我要是帮了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讨厌 商行的老板宋子清 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我为什么要帮他 因为他是我的女人啊 我不帮他 谁帮他 文轩 你有女朋友了 恭喜你啊 我又能找你恭喜我吗 你是觉得我上官文轩 找不到女人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希望你们早日修成正果 云长 我们走 上官文轩 你嘴上说着多喜欢阿瑶 背地里干这样的勾当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以权谋私的人 我看不起你 不要脸 阿瑶 船长 你看清晨已经回来了 她跟小女月影的婚事 是不是 神术尚未治愈 我没心思考虑 放肆 你们的婚事早已定下 叶昆 你去选个良辰旧日 尽快让他们完婚吧 是 谢谢宋长 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星辰啊 喜欢啊 当然喜欢啊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喜欢他 因为不乱 不管遇到什么事 他都能解决 还喜欢他 身上那股草药的香味 不过 再喜欢有什么用啊 他又不回来了 星辰 你怎么来了 你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荷包 喜欢吗 我不带这种东西 没关系 星辰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做啊 我什么都不喜欢 你怎么现在变得 这么冷冰冰的 我不一向都这样吗 还有 之前陪你的人是迟伙 不是我 我 月有 你最好还是好好想想 自己喜欢的是谁吧 难道我喜欢的是十五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像 不可能